好,同学们,那我们再来看到关于提形14,就是相对角化这一块,十对称矩阵交相对角化,就是关于十对称矩阵的,大家要注意,一定要注意这几点,就十对称矩阵的,它特征值一定是实处,这些都不需要大家去证明,你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,然后不同特征值,特征向上是正交的,它不仅仅无关,前面说不同特征值,它特征向上是无关的, 对于十对称矩阵的话,它特征向上还会是正交,也就是它们内积会等于0了,然后十对称矩阵一定可以相似对角化,这些都已经说过了,那大家要把它弄清楚,另外呢,就是十对称矩阵啊,我们知道,前面的矩阵如果可以相似对角化,是这样,等于个大马达,对吧,那你要知道,如果说这个A是十对称矩阵,A是十对称, 它就怎样呢,它不仅仅存在这种P,P你AP会等于对角阵,它其实还会存在一个正交阵,就是Q转至AQ会等于那么大,这个Q呢是正交阵 这个正交阵是怎么得的呢,其实是由P得到的,因为比如说你这个P,得到是这样的嘛,是α1,α2,αN,怎样呢,你只要把它正交,然后单位化就可以了, 但是这里呢,要正交的话,其实是斯密特正交化,斯密特,斯密特,正交化,再加一个单位化,再加一个单位化,就会得到这个Q, 那这个东西怎么弄呢,其实我可以稍微列举一个,就是简单的,就是说,比如说一个,一般都是, 这个P呢,是三乘三的,也就是说α1,α2,α3,你怎么把它正交,单位化呢,比如斯密特正交就这里,β1,α1,β2呢, 是用这个α2减去,α2在什么呢,在α1上的投影,对吧,得到的,但这个其实就是,就是β1了, 其实你可以换成,这里可以换成β1,在它上的投影,β1,β1,β1,然后β1,然后你要算β3的话,怎么算呢, 就α3减去什么呢,α3在β1,上的投影,再减去什么呢,再减去α3在β2上的投影, 就都会与它们正交,它就这样,这就是斯密特正交,这就相当于是投影, 因为你相当于一个向量,比如说你这样两个向量,一减去它在这上的投影, 那不就剩下它了吗,就会正交,这个就是投影, 那希望大家能把它理解,记下来,但事实上,对于实对称矩正呢, 如果是三阶的,你要正交化的话,我可以教大家更快的方法, 等一下我们通过题目来看了,那理解清楚这些以后呢,我们就可以来看, 一般的,可以对角化的,就是可以通过P,如果是实对称呢, 还可以找到这样的Q,也会使它对角正,这样的好处在哪里呢, 这样的好处就是,你之前要求P力,如果你求出Q呢,不需要求P力, 只要Q转自己就OK了,这是它的好处,那下面我们来看题目, 它说A呀,是三阶的实对称矩正,注意, 这实对称矩正,记住那三点,它的特认值一定是实数, 不同特认值的特认向量会正交,另外呢,就一定可以相似对角化, 那么一点负一,那么的二,那么的三,一,这是两重的, 你看,它告诉你什么呢,它告诉你这个那么一的特认向量是可思一, 011,那你去求这个A,相当于是什么呢, 就是告诉了你,这道题就已知, 已知A可以相似哪个对角正呢,那么大, 这那么大其实是-11,这样一个对角正, 它会相似这样的对角正, 然后呢,负一,它负一的特征值呢,是可思一, 然后相当于要反过来去求这个A, 其实关键就是要找到这个Q,或者找到这个P, 实对称矩正呢,我们就可以找这个, P和Q都可以,对吧,我们可以来看一下,对吧, 具体了,那我们来, 那事实上呢,就是,因为, 可以设什么呢,设, 那么2,那么3,等于1的特征向量, 为,什么呢,为X1, X2,X3, 那它就会和谁正交呢, 会和这个X1, 那就可以得什么,正交的话, 就是X2加X3, 会等于0, 会等于0,我们就可以得到, 它的特征向量, 为什么呢, 为X1, X2了, 这X2是什么呢, 你会发现这个自由的呢, 当然, 这是1嘛, 自由的你可以怎样呢, 你可以是100, 对吧,还有X3的话, X3的话呢,就是什么呢, 它为1的话, 它为0, 然后这个呢,就是, 它为-1了, 0,对吧, 也就是X1和X3可以自由, X2是那个, 或者说X3是独立的主缘了, X1和X2自由, 它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东西, 那得到它以后呢, 看, 我们相应的就找到了什么, 找到了P, 或者找到了Q, 只不过呢, P的话就什么呢, 你就可以得, P点谁呢, 等于它, 011, 然后1100, 01-1, 对吧, 那你就可以怎样呢, 要求这个A就会等于, 因为P利AP会等于, 等于这个Lambda, 那也就是说, A的话就会等于什么呢, A就会等于, P,Lambda, P利, 只不过呢, 这里就是要怎样呢, 这里你要去求这个P了, 对吧, 这里你要去求这个P, 如果是什么呢, 如果你是找Q的话, 就好处在什么呢, 这里你要去找到这个, 如果你用Q的好处, 就是要把它, 就是Smit正交化, 但这里呢, 其实你会发现, 因为由于它这个就直接单位化就可以了, 因为它们已经是正交了, 这个就单位化就OK了, 对吧, 因为它们已经是正交, 单位化的好处呢, 就得到Q, 得到Q的话, 0, 2分之更2, 然后2分之更2, 然后这里是100, 0, 2分之更2, 负到2分之更2, 看没有, 那得到Q呢, 好处就是这样, 你不需要去求什么, 不需要去求这个P利, 就是Q, 让我们的Q转字, 这个Q转字, 你就把它转一下就可以了, 那相应的你就算了, 它是等于多少呢, 等于它, 100, 然后呢, 这个00-1, 这个就交给大家自己去算了, 这个过程, 你看, 它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, 实对称矩正的性质, 就是不同特征值, 特征项量它是正交的, 然后再反求, 这个A, 事实上也就要找到这个P或者Q, 再把它求出来, 你用这个P利的方式, 大家可以自己去求一下,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到第二道, 第二道呢, 它说三接十对称矩正A的各行元素之和均为三, 像前面我们已经看过这种, 这种就相当告诉你什么了, 其实有提你就立马可以得到, 但是这个十对称矩正也不要忘记, 对吧, 那三条性质, 有提, 得, 因为它的各行元素, 我们就可以怎样呢, 这各行元素我可以弄成这样, 乘上11, 乘上11了, 就是各行元素相加, 其实就会得到什么呢, 它的各行元素是3, 那就会得到333,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311, 就可以得到什么, A特征值有3, 对应的特征向量, 我们可以另称α3, 这个α3呢, 其实就111, 对吧, 那另外它又告诉你, α1α2是线性方程组, AX等于0的两个解,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什么, α1α2是A, 关于什么呢, 关于那么的等级呢, 那么等于0的两个特, 特征, 两个无关了, 好像他们是无关, 特征向量, 然后它让你去求什么, 第一个让你去求这个特征值, 和特征向量, 其实这里就已经写完了, 你看, 特征值有3, 对应特征向量是α3, α1α2是线等于0的特征向量, 也就是0是它的特征值, 然后它第二个呢, 让你去求正交, 矩阵Q, 和对应的矩阵, 和对角矩阵, 这里要注意是对角矩阵, 注意它是这样, Q, 对角矩阵, 等于这个A, 然后你要去求这个Q呢, 注意它是让你去求正交的, 那你就会发现什么呢, 这个11和α1α2, 你看, 一定是正交的, 它不同特征值, 特征向量会正交, 关键是什么呢, 这两个不正交, 那要怎么办呢, 那你就要把它正交化, 对吧, 把它正交化, 那怎么来呢, 那这里要正交化, 就可以来了, 就是令β1等α1, 然后β2呢, β2就用α2减去什么, α2在β1上的投影, 那么就可以来算想看, 这个投影是多少呢, 它是0-11, 然后它与它内积呢, 你会发现什么, 0-11的话, 内积你会发现一算, 是等于-3, 然后这个的模的平方是6, 然后你相应的-1, 2-1, 相应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算作等于多少呢, 它是加上1分之1, 这里相当于是加了1分之1, 2分之1的话, 那这里你会发现是-1分之1, 2分之1的话1, 那这里是0, 然后这里的话, 你看1减去2分之1, 2分之1, 对吧, 那它算的是这样一个东西, 当然这样算完以后, 你看这个东西就和它正交了,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Q, 但是要找Q, 其实还要单位化, 那就继续来了, 就可以令它β1呢, 除上β1的模, 然后γ2呢, β2除上β2的模, 然后γ3等于α3, 因为那个一定会和它两正交,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Q了, 那这个就会等于多少呢, 这个是不是就是负的, 更好6分之1, 2更好6分之2, 然后更好6分之1负的, 好了, 然后这个呢, 是等于多少呢, 是等于1, 它是会发现是负1, 那是负的, 2分之高2, 2分之高2, 0, 它呢, 直接把它单位化, 它是11, 那你会发现是更好3分之1, 更好3分之1, 更好3分之1, 我们就得到这个Q等于多少, 就等于它, 它, 那事实上呢, 你可以用这种, 史密特正交化了, 把它找到, 也可以怎样的, 也可以不用, 事实上你会发现, 直接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α3是11, 我不用动它, 关键是这两个要正交, 这两个正交呢, 其实就是与它的, 假设这两个, 我们就自己来, 直接找到它正交的, 怎么来呢, 那另一节可以这样来, 它不是要和α3正交吗, α3是11吗, 正交那不就是x1的, x1加, s2加s3要等于0吗, 对吧, 那你就可以怎样了, 你随便找一个, 找一个这个α, α1撇吧, α1撇怎么找呢, 你看它为1的时候, 它就会0, 然后它-1, 对啊, 那找α2撇呢, 你怎么使它找到正交呢, 很简单, 你只要怎样呢, 只要是这两根看, 它为1它就为1, 这样就会正交, 这个随便取, 这个它再要满足它的话, -2, 对吧, 也可以, 看, 这就直接找到了, 那你也可以写成这样,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, 这个Q呢, 你看也, 这样就会直接正交, 直接把它单位化就可以了, -2, 2, 0, 然后这个呢, 是根号6分之1, 根号6分之1, 负的根号6分之2, 然后3分之根号3, 3分之根号3, 3分之根号3, 对啊, 大家有的时候会说, 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呢, 因为这个PQ呢, 都不是唯一的, 你只要是它特征向量, 就能满足, 就可以满足了, 那像这个呢, 就, 说到这里, 对啊, 这道题就说到这里, 也就是这种, 10对称矩阶, 它可以正交相似, 对的话要注意, 那关于这一部分的总结呢,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, 那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, 有所收获, 谢谢大家观看,